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是一种美德 更是一种勇气 最近在江苏江音啊 就有这样一个80后女子 路遇他人被抢劫 挺身而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小蔡 小蔡呢 已经是一位准妈妈了 她有五个多月的身孕 晚上她跟丈夫一起吃宵夜 听到有人被打劫了才呼救 于是呢 她就奋不顾身地帮忙追赶 当她抓住一名黑衣男子的时候 不料 这男子竟然朝她的肚子上 猛打一拳 坚强的小蔡这个时候没有松手 死死地抓住黑衣男子 男子不停地用手击打小蔡 等到丈夫赶到后 男子被制服并且被成功抓获 这是多么正能量的一件事啊 可是遗憾的意外还是发生了 小蔡的孩子没保住 流产了 小蔡的丈夫虽然对于妻子流产 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呢 她依然觉得妻子做得很对 为妻子骄傲 小蔡说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情 她还是会出手的 那对于这件事 很多人都认为小蔡是好样的啊 不顾个人安危 挺身而出 保护了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弘扬了社会正气 我们要支持这样的英勇行为 但是呢 也有人表示 小蔡这种健毅勇为的精神 并不值得提倡 毕竟她是一个孕妇 很多时候她还是需要别人保护的 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 作为孕妇 更好的办法是 喊旁边的人帮忙 或者是第一时间报警 自己挺身而出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见义勇为 也需要理性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来听一听 特约评论员长和先生的观点 这是一个足以让很多男人 为之汉颜的女汉子 这是令人感动的正能量 与其说她是女侠 是鲁莽 倒不如说她体现着 当今最需要的一种精神 但愿她的壮举能唤醒人们 日趋冷漠的心灵 让那些无动于衷的人们 因震撼而奋起 让这个世界多一些挺身而出 少一些明哲保身 当然 小偷固然可恨 见义勇为固然可贵 但自我保护优微重要 尤其对于一个 怀着身孕的女子 技术和智慧 才是自己的保护神 尽管你是令人敬仰的女汉子 尽管你有着 力拔三系的气概 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和自己的孩子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 照亮心灵的灯塔 而你就是其中的一盏